523爆炸案那么细小 这一些背后好像有某种关联 这爆炸案跟我没有关系 进入一个更为复杂的模式 我来啦 我就是你点名要见的 金江市的副市长 老子把你们都扎死 扎死你们 扎死 不要冲动啊 这里头有妇女和儿童 你让他们下来吧 我陪着你在这慢慢谈 不行 一个我都不能上 你走到这一步 肯定有你的原因 妇女儿童必须下车 不让我不谈 来着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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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납치범은 이번 납치의 목적이 부시장 정강이 얼마나 나쁜 놈인지를 알리기 위함이라고 말합니다 谢谢你的配合 现在说吧 有什么条件 不叫两句话 说吧 你其实就是个坏人 是政府你的坏人 说完了 说完了 说两句就是两句 老子今天故意把事情搞大 就是要把这些话让大家都听到 让记者听到 让领导听到 就这个目的 无论你对我本人有什么意见 你都不能威胁其他人的生命安全 你要是说话算数呢 你现在就把提包交出来 你现在把提包交出来 事情就不大 就不能把你怎么样 你说的 嘿你这家伙 我副市长的话 你都不信的 我保证 来 你过来 好 我来了 好 我来了 小警 退进 干嘛 看那是红点 但是 爆炸 爆炸 突然 突然 我们通过对社会关系 和通讯罗的调查 没有尽象表明 有同案人员 你不同意文队的看法 不同意啊 为什么 我要说了 能让我主导调查吗 你什么意思 那我不说了 我的意见 不重要 不重要 先说说想法 这是无人机拍摄的当时现场的画面 通过这个表情 我们可以判断出犯罪嫌疑人 他当时也不知道这个炸弹要爆炸 有人想通过手机控制爆炸 他就是个棋子 有人想利用它 炸死某人 办案思路 谁打的电话 谁就是凶手啊 大概用多长时间 你可以找到打电话的人 明晚9点之前 如果你找到打电话的人 我就满足你提出的要求 범인을特定한 잼밍은 끈질긴探索 끝에 폭发��을 찾아내는데 드디어 성공하는데요 炸弹是在特定的时间爆炸 不能早也不能晚 有人利用了它 远程控制引爆 肯定在现场 不然他不知道什么时间引爆 避光笔石头的地方 看见了吗 5月22号深夜 一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特别指定 要求入住江汉酒店204房间 但是我们通过当时 监控他的面部特写照片 和复印的照片 找到了他的身份 刘明利 523爆炸案之后呢 他本人失联了 至今下落不明 从现在开始 苏建明同志 正式主导这个案件的侦破工作 这个跟我们公司有什么关系吗 相关嫌疑人刘明利现在失联 请贵公司协助抓捕 怎么就单单的找我们公司协助调查 是因为刘明利担任法人的 新众商贸有限公司 是你们静悟集团的高度管理公司 所长 现在 你让我叫人 可我们真的不知道人在哪儿啊 我误会了 人我们已经知道下落了 我们说的协助呢 是指在抓到刘明利之后 需要你们配合我们 后续的调查取证 哦 明白 我们会再回来的 欢迎再来 李志田这艘船 早晚会尘 你看看这个 我什么都不知道 真的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 你回答了 你跟刘明利熟吗 还可以 都是正常交流 有其他细节吗 他偷我在美国帮他打击一种药 我给他找了些资料 就这么多 什么药 하지만 어렵게 찾은 범인 他也被人逼得了 谁 杀了 刘明利 找的药 是美国一种治疗精神病的药 我调查过 这个地方 有一个得这种病的人 开门 刃射锁的 刘明利 出来吧 这一片 所有路口都有警察 你跑不掉它 你要是拘捕的话 我们怕伤掉孩子 明立 你再好好想想 他们都要灭你的口了 你还有必要替他们隐瞒吗 明天晚上七点 我给你搞工 爸 你马上离开病房 为什么 去一楼 公安和特警马上就到了 快 用冲击 主弹开枪了 长龙 组地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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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过来 回来我们就搜索 别跳 好好谈谈咱们 挺清楚 有命令强迫我们半歼 不给钱 我们信不够 咱谈谈 走路 这是野蛙之浪 现在事件都被毁坏了 我相信你的觉悟 对最终结果 你会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你相信吗 我当然相信 现在 最后线索都断了 我没法继续 说说你的看法 等 那里有 但是那时 幸运地 一身体被发现了 幸运地 DNA报告 见面还没有看到 老子让你把事情处理好 你故意留一手 你今天拿出来对付我 是不是 如果我想留一手 来对付你 我干嘛不把尸体冷冻起来呢 是下边人干的烂事 你想复杂了 这个时候冒出来 他妈的是天意 是告诉你 我们俩是一条船上的人 你非法持有武器 你拿着枪对着我 你打死我 你怎么活 查一下当年本市 非正常死亡的名单 不是查过了吗 都有下落 再查 一定要比对DNA 苏警官 小卫就在那边 朱莉 是歌剧舞剧团的歌唱演员 她是你的 姨妈 资料显示呢 你姨妈是2004年车祸去世的 但当时火化的不是你姨妈 照片上的才是 之前你在交管局留笔对的DNA样本 经我们笔对 确定这具尸骨的DNA跟你有血缘关系 你姨妈认识这个人吗 你姨妈出车祸前后有什么线索吗 我回去想想 请你一定要仔细想一想 如果你想到什么 或是发现什么 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以后 杰明尔 만나고 돌아온 Xiaowei 집을 뒤져 죽은 이모의 휴대폰을 찾아내게 되자 곧바로 杰明尔에게 이 사실을 알립니다 엄마가 계속해서 Burke 언급여행utet persons 내가 tous 축제 은이 k 시간별 在哪找到的 一定把它放回原处 千万别动 记住了啊 老郑 当年没找到的那部手机 出现了 你看啊 这是两百万 你把手机交出来 然后自己按这个确定键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您的电话你打电话已关机 乔孩子 我来看 在你发展 Until that long 去你的电话 只能不能越下来 她拿到了手机了 就在刚才 她敲开了一家手机店的门 买走了一个老式的充电器 到底该怎么办呢 绝对不能让她打开这个手机 也绝对不能碰她 知道 我盯着她 죽은 이모의 휴대폰을 충전하던 중 정체모를 이들로부터 습격당하는 두 사람 赶紧充电 为什么不行的局例 你这离得近 我必须先确认一下 他们可能用了信号干扰器 不是只有打电话 才能叫来人 老板 开枪了 动手 走 再过来我就开枪 放开枪了 把武器都放下 老板 他打开手机了 什么 他把手机打开了 建明 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到妈妈这段话 正刚永远不敢承认你是他的亲儿子 他不配当你的父亲 他跟李志田勾结有很多不能见光的黑幕 今天我最后一次去跟正刚谈判 如果妈妈妈以后不竟 把狗人凶等一下 就是正刚和李志田勿认 我这部手机在家里 有一些犯罪中有他们的犯罪犯要罪判 杰明 亲爱子 妈妈永远爱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영화 겨녀반석은 2023년에 개봉한 작품으로서 중국에서 가장 세계적으로 알려진 감독이죠. 바로 짱이머 감독이 연출한 아주 따끈따끈한 최신작입니다. 그런데 최신작이라고 하기도 좀 뭐한게요. 사실 제작은 이미 2019년에 끝났는데 심의가 안 나와서 심의 통과에만 무려 4년이 걸렸다고 해요. 그렇게 된 이유는 아마도 주요 스토리가 중국 관료들의 부정부패와 비리를 정면으로 다루고 있어서지 않을까 싶은데요. 게다가 이 영화가 실제로 지난 2009년에 있었던 중국 종칭시 서기인 보시라이가 벌린 이른바 범죄와의 전쟁을 통해 당시 종칭의 폭력조직 104개가 해체되고 조폭 두목 67명을 포함해 조직원들이 무려 1500명이나 검거된 사건을 모티브로 하고 있어서라는 이유도 크지 않았나 싶습니다. 아무튼 그 후에 보시라이 서기는 이 범죄와의 전쟁을 통해 당시 관계 재개의 거물급 인사들까지 체포하며 잠깐이나마 차기 주석 자리를 노리던 시진핑의 최대 경쟁자로 떠오르기도 했는데요. 하지만 지금은 처절하게 몰락해 부정축제와 부패 혐의로 무기징역을 확정받고 감옥에 수감된 상태입니다. 아무튼 그래서인지 몰라도 영화 촬영도 종칭에서 했다고 하고요. 그런데 종칭이 원래 습하거든요. 그 음습한 날씨와 분위기 표현을 위해 매 장면 촬영 직전에 전담팀까지 꾸려서 계속 물을 뿌리며 촬영을 했다고 해요. 그래서인지 몰라도 영화를 보는 내내 우중충하면서도 뭔가 더 음습하고 사악한 분위기를 잘 느낄 수 있었던 것 같습니다. 아무튼 최근 몇 년간 너무 국뽕영화만 일색이었던 중국 영화계에 있어서 간만에 중국 사회의 어두운 면을 솔직하게 보여준 정말 신선한 작품이 아니었나 싶습니다. 그럼 지금까지 찐사부에서 전해드리는 영화 찐리뷰 한국명 변여반석 중국명 쟨루 반실이었습니다. 감사합니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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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